既然彭承王已经醒过来 于今之计 此事还是交给廷尉处置 比较妥当 相信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的 带走 殿下 走吧 师姐 他是在保护我们 勋哥哥 过来 勋哥哥 勋哥哥 你干什么呀 安神香 是我亲手所致 亲手送去 你是唯一借出块香的人 给彭承王下毒的人是你 是你 对吗 婉儿 我相信你的为人 但此事关系到一朝监政 离哥早晚会查到你 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帮着孙夫人 毒害彭承王 不 我没有下毒 彭承王 她为了百姓福祉大宋安宁 担惊截律 你不惜利用我 更不惜一切利用孙夫人 也要陷害彭承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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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真的值吗 不 我 我 我不知道 我真的没有下毒 我没有下毒 我真的没有 我不知道是谁干的 我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不是我 婉儿 是我谁干的你 婉儿你告诉我 是谁让你去下毒 青荫草 青草草是谁给的 你告诉我 只有这样才能帮你 才能叫彭承王 我不知道 你告诉我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可以帮你 我可以救你 乳雀盲 是哥哥 不要去 不要伤害他 婉儿 盟主说了 不留无用之人 接受行動 识相点 鞋 闪开 你再动我就杀了他 带走 若改多事要了他的命 你们放开他 庞城王 案发当日到底发生了何事 还请如实告知 若真有隐情 尽早说清就能尽早洗脱嫌疑 像这样拖下去 只会对殿下更不利 我不会再多说一个字 让京陵王来见我 京陵王带人去了庞城王府 调查罪证 他说不见 殿下 廷尉依法断案 还请殿下不要为难下官 殿下 还有什么事情 是需要老夫帮忙的 请讲 我只想再见六弟一面 好 老夫尽力而为 一处都不要放过 是 是 是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快给我住手 不许停 京陵王 这里是庞城王府 你们竟然敢在这里送 他现在只是个阶下囚 杀人犯 不会的 我相信他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要维护他 相信他 我母亲才是受害者 殿下 你先冷静一下 从孙夫人串通路远攻谋 到软禁我之时 我就再也没有相信过他 够了 你要我如何冷静啊 你们谁考虑过我的感受 我眼睁睁看着他用匕首 刺激我母亲的胸膛 我两个最至亲的人 就在我面前 殿下 你听我说 这件事 殿下 有两封信 殿下 走 看看 人症物症俱灾 还有什么话好说 殿下 走 撤 撤 清凌王 走 走 殿下 别喝了 拿酒来 殿下 拿酒来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亲人竟然是可以用来伤害的 刘亦康 算我有眼无珠 我没能早日看清你的真面目 你还望母亲 我这次不定你死罪 我是不罢休 我 我是不罢休 跟随殿下这么多年 还从未见殿下如此伤心无助过 虽然现在可以制裁冯城王 可好好的一家人闹到如此地步 殿下怎么能开心得起来呢 是啊 如今的殿下 已经不是从前自有自在地敬礼王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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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起来 殿下起来 走开 酒 殿下 我要酒 我喝酒 你要酒来 我要喝酒 我要喝酒 我喝酒 我喝酒 李妃 如何 郡凌王刚刚带人在这儿 搜出两封信 似乎都是对殿下 非常不利的证据 既有人涉局 找到任何证据都不作为妻 殿下现在人在庭位 最起码是安全的 我们还有时间 三宝 我师兄呢 他可否回了三九堂 有没有他的消息啊 陈良公并未回三九堂 我问了府里的侍从 他们说看到陈良公 一大早就出府了 他会去哪儿呢 这么关键的时候 李妃 现在该如何是好 我想一个人先静一下 你们先出去 一定会有办法的 一天之内 谢氏四哥毒法 孙夫人之死 兄弟反目 四哥入狱 如今师兄又不见了 这幕后之人到底是谁 为何感觉 他就在身边 他知道我们的一举一动 他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 他就是为何感觉 他还是为何感觉 他才是为何感觉 是你一直在背后筹谋 你到底是什么人 跟我师父 还有朱雀盟是什么关系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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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一直在背后谋划 利用陆婉陷害蓬城王和沈家 可惜呀 也是个不听话的 看来 他是对靖灵王动了真心了 你操纵朱雀盟 不惜反下咒恶 到底是为了什么 怎么办 将死之人 又何必多问 小姐 我爹他还没回来吗 小姐 您别着急 老爷早就为蓬城王杀人的事奔路了 现在应该 再与众位大臣们商量解决政策呢 好 有消息立马告诉我 是 娘 风儿 你们怎么来了 娘知道 你已经习惯于是自己一个人应对 自己成长 但娘则要时时刻刻地提醒你 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你还有家人 我们都是你的支撑 不要怕 不要慌 冷静 定会想到办法的 是 阿姐 大嫂已经去找尚书令替她帮忙了 只要我们齐心协力 一定可以找到办法解决的 姐 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尽管说 娘 风儿 这一路我们经历了那么多 那么多的风风雨雨 什么事没见过 什么坎儿没过去 有你们的信任 离哥什么都不怕 还有四哥 为了保护我 为了争取时间 不惜入局 以身释法 我绝对不能辜负她对我的信任 我一定会打起精神 找到这个局的破绽 姐 那你接下来 有什么计划 世兄他 刚开始调查新银藏 便失踪了 这也太蹊跷了 等着 你们最深刻也是 你可以解决的 太年了 他就把你勇责行 你取了 定手 你活了 你活了 剩下银藏 不教任 离王 就实话 主义 这些案子 虚告呼 而且他们就回来了 不招也没用 彭承王毕竟是一朝奸政 势力不可小觑 连皇上对他都信任有加呀 那就能妄顾律法 老夫顾虑的是 审断一朝奸政非同小可 假之 孙夫人生前是戴罪的庶人 皇上如何才夺尚未可知 势难权衡 老夫和廷尉 当真是感到为难 皇上信任他 授予他高位 本以为他是忠孝之人 可现在呢 他杀了我母亲孙氏 如此不忠不孝之人 何以为人 何以具高位 皇上常言 誓断于法 非情 非誓 更非人 如今证据确凿 本王相信 皇上一定会给个明断 但是 殿下 不用再说了 本王心意已决 王宫请回吧 你 王宫请回路 王宫请回路 不留无用之人 若敢多事 要了他的命 王宫请回路 为什么越来越多无辜的人 被牵扯进来 许可哥 你现在怎么样了 那些人到底是什么 我该怎么办 昆成 师姐 昆成 师兄回来了没有 师兄一夜未归啊 师姐 到底怎么回事啊 究竟发生了什么 中毒失踪 昆成 把所有的药材都检查一遍 尤其是拿到昆成王府的 看看有没有可疑之处 好 这个是奈复的 这个是安山香 怎么样 怎么了 有什么部队 新银草 果然是新银草 蓬城王中的就是这个毒 新银草果然是出自三九堂 师兄他定是查到了什么 或是 发现了下毒之人的蛛丝马迹 所以才会失踪 怎么可能啊 这香是我和师兄亲手所制的 是师兄亲自送到王府的 我们这么慎重 还有谁会在三九堂里下毒呢 除非婉儿姐姐啊 婉儿 你说 之前婉儿姑娘来过三九堂 是啊 她来这里大概住了半个月了 她之前心急病发 师兄一直帮她调理呢 她大概是在寿宴前一天离开的 就是你带蓬城王来看病的那一日 难道 师兄怀疑的人 就是婉儿 孙太妃死的那天 她也在这儿 而且酒还是她端上来的 空城 我们去敬陵王府见婉儿 你得帮我一个忙 好 大家 你得帮你们的聖人 你得帮你 给你始终一段是来的 臣弟请陛下赐死方成王 刘亦轩对你们陆氏厌恶至极 如果让她知道你是陆远的妹妹 你觉得你还能留在她身边吗 上次的事就算了 这一次不得由你 秦岭 可是我 难道你忘了你秦哥哥了吗 儿女情长不止一闻 况且还有那个陈绍迅 若不想让她没命的话 不能伤害金灵王 我不能伤害他 婉儿姑娘 什么事儿 李妃来了 要见你 李妃找我何事儿 我来找金灵王 顺便来看看你 一日之间 发生了这么多的变故 吓坏了吧 我没事了 你与孙夫人交情至深 眼看她的生辰变成了忌日 怎会没事 而且 你向来有心急之症 还是小心为好 若是有需要的话 可以去三九堂 找我师兄帮你看看 不需要了 你若是心中有静灵王 就不要伤害她 言尽于此 沈丽哥 沈丽哥 你又来干什么 你还想给她求情方案 是不是 我告诉你 事已至此 你说什么都没有用 彭尘王谋杀孙氏 证据确凿 他谋杀罪名已经判定 皇上降罪的圣旨已下 明日处决由本王奸战 真相还未查清楚 由何判决 你就这么着急 将他置于万劫不复吗 你可知道 你四哥中毒昏厥之时 他只一心让我护好你 静灵王 事情根本就没有那么简单 一朝奸证的彭尘王 一夜之间权位天翻地覆 健康更是风云突变 人心惶惶 你这么推波助澜 把他送上死路 你有没有想过 下一个就会是你 总有一天 你会认清事实 看清身边人 到时候 切莫后悔 家 在这儿 葵上 和你一家 人家贵 家有天 你 你也行 呀 羊人的男生 这边有痕迹 是被暗记打过的痕迹 打到人数很多 场面很激烈 师兄和婉儿定是来过这儿 然后突然遭到了袭击 那陈大哥会不会有危险 先别着急 他们既然来过这儿 就应该还会留下其他的线索 再仔细找找 来 姐 你看 这个镜好奇怪啊 呈三棱形 五道沟 相比其他箭矢 颜色也不一样 更深一些 问题就出现在酒上 我曾听师父 在研制新银草药时说过 以牡丹制的酒 为新银草药饮食 可以使人心知它吗 师父 朱雀蒙 难道婉儿跟朱雀蒙有关 这怎么可能 姐 你师父徐林 不是早就已经死了吗 为什么还会有 朱雀蒙的人在行动 枫儿 你听着 赶紧安排人手待命 但是 千万不要打草惊声 我现在就去 开门 开门 退下 来了 坐吧 这是什么 这是我母亲的卑微乞怜 是你刘易康的杀人铁证 刘易康 你根本不配那么多是对的信任 康儿 母亲有罪 但是玄儿一心向你 也有报效之志 忠君之责 为玄儿所喜 也为她所示意 若由此安身立命之处 她也定会竭力辅佐于你 绝无二心 康儿 上次给你的书信 并未得到你的回复 母亲此次这般贸然向皇帝禁言 是为不得已 直到你心中有冤 直到你心中有冤 玄儿既然已得重用 得中军之权 母亲绝不会再多言语 你怎么也想不到吧 是我亲手将你送上死路 明日便是你的死期 从今天节 你我 不再是兄弟 我 走 空城 师姐 怎么样 查得如何 都在这儿了 好 果然是他 师姐 我还亲耳听到 婉儿姐姐在纠结 是否给精灵王下毒 我不可以伤害他 我不可以伤害精灵王 婉儿姑娘 离妃来了 要见您 她明明喜欢精灵王 可为何要杀她 而且 她一个普通女子 为何又会跟朱雀蒙扯上关系 陆 她姓陆 陆婉 陆远的妹妹 原来如此 我的墓地打成了 我报仇了 我报仇了 可是我再也没有母亲了 我再也没有四哥了 婉儿 你说我是该高兴 还是不该高兴 若是 若是 从前殿下问我这样的问题 我肯定很疑惑 但是 婉儿心里明白 即使凶手已经绳枝一发 此时此刻 殿下心里还是痛的 我 经过这么多时间 婉儿也明白了 应该珍惜什么 看重什么 婉儿 你还是一如即往 还是那个 本王在慕然轩 写后的指引 还是那个最动本王的人 我真的觉得今天过得好 好漫长 我从来没有像今日一样 如此迫切地希望 这一切都过去 我不想再发生任何事情 也不想再失去任何东西 今后的日子 我就只想平平淡淡 婉儿 你也是这样想吧 是 从今以后 我能够信任的人 也就只有你了 婉儿从此以后 再无他求 只求 能够陪伴在你身边 谁 陪伴你 照顾你 看着你 是谁 是谁说 是谁说 无心便潇洒 无面也 却自点自画 回眸出却无他 一个人 一个人 站穿徘徊 徘徊月下 或许他会怕 纠论 是谁说 你真的长得看我 你是不是 你也不唸呢 呢 那你 快了 快了 用不了多久 你们就可以入土为安了 我等着一天等了好久了 我也快来见你们了 准备安 虽然我需要你们了 你不会再留细了 其实是这么多了 我们都发现了 让你希望 对 内容 幻想 来人 有刺客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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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油人 为何杀我 龩氏子弟作恶多端 朱勋を提天行道 太医人 Vamos 殿下 跟我追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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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判决蓬城王的圣旨以下 凝世上树林 也是唯一可以救蓬城王的人 蓬城王不可能做弑母之事 这背后一定有阴谋 爹当然知道此事绝非那么简单 但事关弑母 一切又铁证如山 却连皇上 都无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们这帮老臣人微言轻 又怎能轻易左右局面呢 眼下的局势若想回转 急于一时一刻只怕无用 爹答应你 慢慢想办法 爹 紫禁 此事非但关乎私交 更关乎天下朝局 你要相信爹会尽力的 可是爹 紫禁 你看看你的脸色 这几日肯定是为了沈家 为了蓬城王 四处奔波打探消息了吧 天色也不早了 早些回去休息 再晚沈夫人该担心你了 我 回去 听爹的话 爹答应你 明天一早去见靖陵王 回去吧 回去吧 爹姑娘 要不要告知宫中 靖陵王情心十分不好 熬不了多久了 百儿姑娘 百儿姑娘 你要去哪儿 在我回来之前 照顾好殿下 百儿姑娘 不会让你有事的 不会让你有事的 童夕节呢 果然回味无穷 好久啊 是谁让你来的 到底还要杀多少人 先是害死了孙夫人 抓走了逊哥哥 现在又想害死禁令我 我们的仇人不是彭城王吗 为什么要把这么多 无辜的人牵扯进来 我告诉你 我受不了了 我不想报仇了 我劝你一句话 世间并无回头之路 你要是足够聪明 就趁早滚得远远的 再敢善做主张 下一个死的 就是你 还不快滚 把解药给我 就禁令我 解药 什么解药啊 爹 你刚刚在说什么 什么叫做杀了孙夫人 什么叫做抓陈大哥 他又在做什么 为什么要报复彭城王 为什么 爹 为什么 他是为了复仇 是 封锁王府高高出口 是 是 少数令 看到本王很失望吧 六弟 眼前 才是真相 殷下 还好你没中毒 你 没错 弘城王和杏陵王 根本就没有反目 刺杀杏陵王的 也不是真正的朱雀盟 这一切 不过是一个局 为了就是引你上钩 查出幕后主使 没中心 你 三个字 看完 怎么说 我 好 我 你 但是 你 这一切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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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遇情假许再回忆